装饰机你也可以自己来 羊毛粘是一种布料手工技法 做出来的成品色彩很缤纷 也不容易褪色 但是因为成本高 所以单品在市场上 贩售比较不讨好 而在网络上人气非常夯的 小侯老师却解决了羊毛粘目前的困境 他标榜只教学不贩卖的经营方式 只要一开课就会慢慢爆满 成为新一代的可爱教主 但那眼镜绿色蜥蜴悄巧靠近 原来它深藏玄机 嘴巴里面含的正是随身蝶 还有这只腊肠狗也是Q版随身蝶 让高科技生活多了一点乐趣 这些都是羊毛粘小物 由纽西兰进口的天然羊毛塑形而成 不只是最好的装饰品 还能进阶增加食用性 像这可爱的袋鼠家族 可以当成卷尺 还能化身贴心小纸条 还有还有 爬在红苹果上的鲜艳毛毛虫 原来是有吸引力的 磁铁小玩意儿 创造这一个一个超Q小物 把世界变得很梦幻的 就是他小侯老师 才27岁 就以首创羊毛粘精品 变身新一代的可爱教主 因为他只教学 不贩卖 要拥有这些小东西 绝对要败师学艺 是因为可能大家对于羊毛粘 这东西并不是太大的了解或清楚 所以他可能在胆价上稍微高一点 那他们在需求上 可能就会相对的降低 那之后是转到了教学 原因是因为发现到 学生认为这一块的价钱的价值 大过于一个商品的 可能贩售给他的一个金额 年轻轻轻就已经开发出自己独特的经营模式 小侯卖技术还卖别人无法取代的创意 他每个月固定研发新品 让学员永远保持新鲜感 靠着羊毛粘教学 就让他一个月固定有八万元进账 而且小侯的巧手还能用羊毛粘 打造许许如生一比一的妇科宠物 动辄上万的制作费 把羊毛粘推向精品之路 就是比如来台湾拍结婚照的时候 他们需要将他们的宠物也一起入境 但是他们的猫咪就是人在香港 就是猫咪在香港 那入境必须要有一些限制 所以他们在老仔半年的筹备婚礼的时候 顺便就应该说他们也筹备了 他们的制作的他们的宠物的部分 系组制作羊毛粘的有趣经验 让人也迫不及待 想要自己动手做做看 必备器材 羊毛戳针 宝丽龙板 工作垫 还有软绵绵的全羊毛 就可以开始制作万圣节的应景装饰 你今天要做一个这样的南瓜 可是它可能从一个基本形体上来看 它会是个圆形 所以我们从一些几合一点点的东西开始学 首先要将长长的羊毛打个结 再把羊毛一圈一圈卷起来 你看卷的如果够紧的话 其实这个大小也不远 拖成规律的往羊毛里头刺 其实看不到的里层 已经开始出现有趣的变化 因为有这根工具的关系 它前头带有刻度 它这个刻度是有特殊设计的 它是做顺向 那它在里头的时候 其实是鳞片跟鳞片在做打结 刺过的地方都会凹陷下去 所以小猴老师一边搓 一边让羊毛球滚动 就会慢慢变成想要的圆形 然后南瓜上面的纹路 也是搓出来的 五条线就把它当作猩猩一样 先将中间这个凹槽搓出来 然后你就这样分线 点跟点如果够密实的话 应该可以成为线 仔细观察南瓜灯笼的眼睛嘴巴 是用五个三角形组合而成 所以小猴老师捏出了五团小羊毛 你要刺三角形 要先将三个顶点刺出来 确定把它的三个顶点确定 这个顶点 这个顶点跟这个顶点 所以你先将这个轮廓线给框出来 像这样子 这个三角形想长得什么样子 想要大还是小 就是靠你这根针去控制 南瓜灯笼大功告成 化身硬井吊式 不过做起来真的不简单 因此小猴老师 在内湖的文创中心 跟自己的工作室都有开课 几乎是斑斑爆满 因为只要一进入小猴的羊毛毡世界 就很难不被这些卡哇伊的小东西 深深吸引 连大金融黄林湾沈怀宾采访报道 继续的乐 解决电商